国内疫情趋缓 不过来到桃园机场美食街 旅客依旧熙熙落落 甚至有部分业者 已经贴出暂时停业公告 更传出有餐饮业领班 原本月行有四万五千元 但受到疫情冲击奖金归零 还被要求要做二修二 预修特修价应急 如果放无薪价 我觉得应该更不好玩 边境管制还没松绑 让桃园机场商家 生意依旧惨兮兮 业者只能提出权益之计 希望员工共起时间 听到业者新声 交通部也严厉推出纾困3.0方案 预计从7月到9月 针对无法透过国旅复苏的观光业 向市机场航夏免税店 以国际邮程为主的旅行社 祭出补助措施 另外还计划推出精致旅游 接棒安心旅游 预计11月上路 比如说我们原来对于 员工的这些薪资的补贴 或营运亏损的这些补助 那这个如果在6月底之前没有决定 可能会影响他们要不要关店 甚至要不要裁员 所以我们会以6月底之前 来把方案把它定下来 除了扩大纾困交通部还会再演你 逐步松绑两岸航点 初步规划深圳重庆宁宁波 青岛广州长沙 第一阶段先开放客机再货 第二阶段便会全面开放 要让苦了好久的航空旅运业 展开复苏的脚步 怀孕新闻沉迷 红石城伊丽亭 桃园台中报道